有朋友可以让我聊聊上海震诞高等职业学院的教师宋女士被开除的事情 她是在那课堂上说了关于南京大屠杀死亡30万人没有数据支持 这句话 我看了看 其实你何苦让我说这种东西呢 其实你们都知道凭我的观点 我可能会说什么 为什么是这么说呢 因为我前段时间刚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是你实际而言 你就是说有多少人 对吧 你到底是有多少人 你要有数字人名 对不对 你才能够说我到底是被屠杀了多少人 屠杀这件事情 我那天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有人在下面就在说这个东西不存在 今天我必须 哪怕我今天生活在日本 我又很喜欢现在的日本 我必须说一件事情 南京大屠杀本身是存在的 这个毫无疑问的是存在的 由当时很多人的一手资料 比如什么拉贝日记之类的这些东西 他们作为佐证 他能够承认 我们都能够认定南京大屠杀是存在的 而且这个数据是如何 我们现在不好说 因为我毕竟不是研究这方面专业的学者 对吧 我也不敢说他一定说这个数据上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实际来讲 你的这个人数就是你的名字 肯定没有凑够吧 对吧 可能到现在为止是一万多人的名录 还是多少人的名录 对吧 这个东西你肯定来讲 它是不够的 它离你所宣称的数字 是很远的一个数字 日本的很多右翼 很多右翼就是以此来跟你较劲 说这个南京大屠杀是你们意造出来的 对吧 他有人说呢 是我当时是换上那个军队 换上民就是老百姓衣服的军队 有些人有些说呢 根本就没有这事 你拿不出这个证据来 就是打仗的时候自然死 就是被波及的平民 对吧 那这些东西 在日本的这个东西 它有一定的市场 我必须说有一定的市场 这是肯定的事情 但是我个人而言 我是相信当时 他确实有屠杀这种情况存在 数字有多少 我不知道 我到今天为止我不知道 因为我也没有办法认可 你今天当时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 给这个古寿夫的这个起诉书 他的这个定罪的时候 他那个数字也都是估算 国民政府的自己也知道不了 为什么 是因为很简单的一个事实 是当时的 你甭管原本 我们编户齐民怎么样怎么样 他实际上而言 在那个时代 他没有一个 甚至于他还是一个前现代国家 前现代国家的组织形态 在冰花马乱的时候 户籍制度已经崩溃 能不能能够整体统计出这个数字 这个尤其是王后还有好几年的这个仗在打 那那些档案分尸 这个东西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有多少人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只能是认可这件事情是存在的 因为有无数的当时的目击证人留下的这个史料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事情 那但是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说 对吧 那天我说了那件事情 就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他当时所展出的日本军刀居然是伪造的 是怎么造呢 就是因为中国有这个在收藏界有一个刀剑的一个门类 其中有一个很少见的门类是日本侵华时期的军刀 它军刀是一个大门类 对吧 军刀包括就是原本的这个刺刀和那个就是砍刀 这几种东西都不一样 那其中有一个分支中的分支 跟那个日本刀本身它有一个重合的地方 就是日本本身那种古刀有一个重合的地方 就是日本侵华时期的军刀 这是一个收藏的分支中的分支 那这个分支其实也衍生出了一什么 就是一个小小的产业 比如说阳江造的大连造的 伪造的当时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军刀 伪造 而且是分造的好还是造的不好 有好几年的时候 那个在那个潘家园 就是大家都知道潘家园吧 就是那个北京的古安市场 好多的店里都摆着那玩意儿 有的造的惨不忍睹 就是什么什么左左目小次郎之类的 就是在刀身上叼这些数字 什么天皇啊 然后甚至于连甲都不算甲了 那东西就是完全是溺造 溺造出来的东西 那个更好一点的还有什么 就是你知道光那个谁 亲华的山本五十六的军刀 他不算那个什么 就是山本五十六军刀 你知道中国有多少把 对吧 我至少见过不下三十把 还有人到我这来跟我说 这甚至于这都不是我玩的门类 因为我玩的是东亚古董兵器 是中国的日本的和东南亚这一边的 几乎所有的古代的兵器 军刀这个是不在我玩的范围之内的 即使如此 就我所知的知识 都能一眼看出那是假的来 所以当时我就 那天我做这节目的时候 特意还就是聊这个 说你如果 你如果去声明你的主张 你要拿出证据 这个东西肯定是有的 对吧 你要把这东西细化 而且不要是让别人去抓你这个小辫子 那时间过去的越久 你不用证据固化这些东西的话 你就不太可能在再过几十年之后 让人们都能够接受 当时日本确实进行了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情 对吧 那我觉得当时这位老师说的 大概应该是这个意思 他不是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而是说我们应该把这东西真正的拿证据固定下来 而不是一个口号 这点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因为你所有 你无论是从你人文教育 还是从科学 更甭说了 你要非常扎实的证据 你写出论文来 你让别人能够重复你的实验 发现 你才能够把你这个科学理论给立住 对吧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那包括像这些像人文历史也是需要有非常强的证据 才能够把这个东西给立住的 对不对 很多的时候 我们比如说相当于我们在说中华五千年 对吧 我们现在五千年你怎么说 你夏商周断代工程 你真的是断代了吗 你是一个政治断代 还是一个考古断代 是不是二里头那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上 对吧 那你能不能知 你能不知道 你是不是夏 是不是夏文化 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 你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定论 大家都是猜测 中国你说五千年 五千年这个说法 其实起子两起超吧 对吧 那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考古定论吗 不是 这肯定不是 那人们承认你是多少年 三千多年 你的文明是三千多年 这个 但是三千多年丢人吗 三千多年不丢人 对不对 你的那种独特的文化 你甭管怎么样 它的内核在今天居然还能够传承下来 虽然被我党给糟蹋的已经是残花败了 但是它依然存在下来了 这个东西它没有断打 它还是延续的 不论它怎么演变 它是延续的一个文明 这是其他世界上几大文明做不到的事情 你并不需要说我一定要有五千年的文化 我才能够说自己吹这个牛逼 对不对 那这些东西难道你只是因为我必须要吹个牛逼来吧 或者是我必须要展示自己的这个伤口 才能够获取这种正义性吗 并不是 你需要的是什么 你需要是告诉所有的人 OK 我们的原文明的源头起自于哪里 到底我们能够可考证的是多少年 对吧 那以后发现证据 我们再说 我们现在是三千多年的文化 这个没毛病 一点我们都没有 我不会因为五千年而感到骄傲 也不会因为三千多年而感到耻辱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那同样的是这样的事 我认可 我到今天为止 我认可南京大屠杀发生过 对吧 他哪怕是一万多人 也是骇人听闻的屠杀 这个毫无疑问的事情 但是你需要一些证据 把剩下那二十多万 尽量的固定下来 尽量的固定下来 不要把那些易造的东西 摆到自己的博物馆里 这个才是真正的 真正对你说增强民族记忆 这个能够将来让我们 能够痛定思痛的一个事情 而真的不要去 你只要是说 现在有任何的东西 你就变成历史虚无主义 对吧 那就是说 我们完全不可能 去把任何官方定调的东西 进行质疑 对不对 如果说这些 社会科学还好办 自然科学会怎么样 我举了多少次的例子 利森科 对吧 让苏联的整个生物学倒退了多久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包括在文革时期 包括在文革时期 我们因为要批量子力学 对吧 你是一个决定 你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 如果它是量子 如果世界是以量子为基础的 就是说没有决定的这件事情 那怎么可能 偷工出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批斗 对我们的物理学伤害有多大 对不对 这些东西 你已经都已经前车之间在这边了 现在呢 等于又回来了 对吧 你还是不允许任何形态的质疑 那你就直接说呗 那你就去开除所有的这些学者 就是让他们学者 学者之所以可贵 不是在古书下边写注教 更多的时候 他要从这里边找出新的东西来 科学家是不是给牛顿写注教 他是要有爱因斯坦精神去完善 并且在微观的领域 去推翻这个牛顿的经典物理 这个才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那你还想发展吗 对吧 你现在春天吹牛逼 什么科学第一 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 思想解放 解放你妈个毛啊 这你解放了吗 你是更多的把思想禁锢住 禁锢住的时候 一代人两代人 禁锢完了以后怎么办 你会在几十年之内 你只要不下台 还是把这个东西搁在这个地方 你就会整个把整个民族 这一个民族十几亿人 就是说这一国家十几亿人 他整体的创作力给弄死 这个是一件多可怕的事情 不是说一个人质疑 说南京大屠杀的具体的数据 这个他实际上而言 他是要弄死你所有的质疑的力量 好 谢谢诸位 接下来 please Animation